好,在这个单中我们要讲的是,当你选择档案 开启时注意到,这里面会有最近使用 最近使用,这里面要放多少个档案,就叫1234567 玩家你的Benji很多的话,你可以设定你要存多少个档案 然后资料夹一样,它可以记录到你最近存的几个资料夹 几个资料夹,这样子你最近存的 那这边要怎么去把它改变这两个参数设定 你选择其他里面的选项,我这边是有其他 有的是直接就选项,点选项,进来以后再进阶这个地方 它会往下移,你把你的卷轴往下移时 会看到一个叫显示的这个区块,这边就会跟你讲 显示在最近文件的文件数,是你的需要 你要看要多少,那我目前来讲设的是50 然后你要看最近使用的资料夹多少 比如说我不要那么多,我可能大概常用就那几个 我设十个也可以,十个也可以 然后最重要是这里,这里有一个 快速存起此数量的最近文件就是说干嘛 它会把你最近常用到的那里面的档案有没有 存起来,假如你一次开四个,它会四个同步干嘛 把你一起存进去,但是相对的 如果你开了六七个,它只会存最近编辑的那四个 其他的就不会了,所以这个东西要看你的需求 假设说你今天要讲你的档案就怎么编辑就那几个 你这个数字不要弄那么大 你可以弄小一点没关系 当你设定好,按确定以后呢 你再去选择档案 开启,最近这边你注意到啊 资料我还是50个,所以我还是50个没有问题点 可是资料我只设十个 这次你就会看到12345 六七八九十,它就往我砍掉多少个,十个 有没有,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到啊 是要看你自己的需求,去做修改 因为存的越多当然也会有干嘛,太乱了 你要找也不方便,像我这个 你看到是几乎干嘛 累积到很多天的资料哈,有没有 这个是1月21号,现在已经是1月31号 十天前的资料有没有,接近了啊 甚至十天,十一天了啊 所以要跟你讲就是要看你自己要保留多久 保留多久,跟你的编辑习惯有关系 谢谢大家 男哥 好 全部 我 那个 我 天 好